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你可能被我标题骗进来 但没关系 反正我们该讲的都会讲到 所以我的标题就做了 各种不同的这些风格 那些风格这该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也学到点 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教学相长真的是 但这一篇在讨论的其实是 你预测2022年 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流行的东西 所以what fashion trends are you predicting for 2022 所以predict这个字就是预测 你对2022年的流行 有些什么预测呢 那我对流行非常不敏感 我只知道很多男生 还是穿着那个收紧裤脚的一些裤子 或者可能会比较弄短 七分八分九分裤 那我知道那个字叫做crop OK叫做crop 这个就是把它给那个 像我这样说好 像例如说你要传一个图档 你发现那个图很大 然后周边都是无聊的东西 所以你在传的时候把它 上面裁掉下面裁掉之类的 所以把它缩小一点点 这样的话 这个动作就叫做crop OK裁切的概念 所以七分八分几分裤 就叫做crop pants OK crop 好所以我只知道这样 那我自己本身很多 10年前左右的牛仔裤 是我喜欢的牌子 Levis 因为我觉得它实在超耐穿 那这些Levis的牛仔裤 大概这一两年都不敢穿出来 因为我觉得 这个就是完全不流行的 很难看 可是我有发现 好像现在宽裤脚慢慢流行回来 但总是I'm clueless 所以我们来看 或者一些其他的 这种不同的配件 什么我都不懂 所以我今天真的也学到点什么东西 Let's check it out Shall we 所以第一个人说什么呢 他说了 I'm just hoping That the everything Brown,beige,neutral tones And the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dresses Trends Do not carry over to 2022 所以他就只是在希望着 所以每一个 Brown,beige,neutral tones的东西 以及这个 The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dresses Trends 所以这一个东西 这两样东西 不会carry over 就是这样子 带过去 所以从2021跨去2022 就carry over过去 像我们举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说 我把carry over打一下 我中文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它 所以我这边可能中文就不写了 你如果有年假 然后你发现说 今年年假没放完 没放完 剩下个三天 然后真的已经年底了 来不及请 那你就可以问老板说 那我的年假能不能够 就挪到明年去 然后加到明年去 然后可以 例如说你明年有10天 那今年的三天可以变成13天 这个就叫做carry over 懂了 中文我真的不太知道怎么说 我们就不要讲 所以carry over 带过去 这样子 所以他不希望这些东西 会carry over到2022年 什么东西再看一次 Everything brown,beige,neutral tones Brown你知道是咖啡色 beige就米色的 OK beige 我找一下给大家看好了 beige这个字 我刚刚我其实都找出来 等一下要看的词 已经放在这里了 beige就这个颜色 大概可以理解吧 米黄色米色之类的 这些大概都 都隶属beige类的颜色 所以他不希望这些的 Brown beige的 或者neutral 比较中性的tone tone就色调 以及另外这件事情 他也不希望被carry over到2022 另外这件是什么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dresses The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这是一个小说 所以The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我这边找给你看 我刚刚已经找到了 这个 那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是一个 中文也有 给大家看一下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这边是一个电视影集 所以事实上是很久以前的东西 你看就乡下人家的故事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中国好像也有翻大草原上的家庭 什么鬼的 但总之你这边就看到 他们这种穿的衣服 就这一种的 所以田园风 乡村风的这种衣服 你看颜色跟刚刚的beige 或neutral tone 也蛮像的 对不对 我在台湾很少看到 会走路线的人 说真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真的蛮少的 田园风的这一种 所以他希望这个东西 不会carry到明年去 他受够了这样 那下面人就不见得同意了 因为可能觉得很喜欢 说 How come I love neutral tones 我很喜欢 那他就回应了 It just feels so drab and the world could use a little fun and color these days 那 drab是什么呢 我也算是多学到一个字 这个 drab 单调乏味缺乏明亮的色彩 就叫做 drab 有时候像我们也常看到dol这个字 也是单调的 那像还有一个词叫做mono 开头就很 就单的 monotonous 这个字也是有的 就是单 单调色 单色的这样子 好所以 几个字多学一下下 所以他觉得世界真的 疫情实在太无聊了 如果有点 比较明亮的颜色 多好啊这样子 OK 好所以 大概这第一个OK 比较没有什么其他 哦这边有个字 我刚一定要讲 所以他好来 I feel like everyone looks like they're out in their underwear 所以他之所以 之所以为什么不喜欢这种 米色或者是咖啡色 他觉得每个人 出门的时候 就好像穿着内衣出门 因为那个颜色真的 比较像内衣 阿嬷内裤的颜色 so everyone looks like they're out in their underwear in their underwear就是穿着内裤 所以这个in就是穿着什么衣服的意思 OK 颜色也可以这么说 你穿着黑衣服 you are in black you are in white you are in yellow you are in什么什么的 所以in就是处于什么状态 穿着什么颜色 还记得以前 很有这部电影叫做什么 呃什么什么战警来着 反正英文叫man in black 就我记得是威尔史密斯演的 穿着一个黑西装 然后中文照一个光把人家记忆消除 这个中文叫什么真的忘了 好那不管了 是不是叫星际战警 不是算了算了来 好所以他就说 他不喜欢大家好像穿着内衣书们一样 特别如果你穿着这个不只是米色或者是浅色 它还是属于body count的东西 什么是body count 很久以前我们讲过 但我们现在复习下也不为过 所以body count是什么 这个我找到大概现在有两个意思 后面这个是字典的意思 前面这个是大家比较广于流传的意思 conscious这个字就是有意识到 所以你穿一个衣服比较紧 那就会凸显出你的身材 有的人可能就不敢穿 因为他对你的身体 你感觉到你的身体有 你对你的肥胖 这边挤出一点肉出来很有意识感 所以body count有这样的意思 另外一个刚刚说的反景深 所以你的衣服就conform to the outline of your body 这个outline就是你外面的线条 conform就是去变得跟它形状一样 所以conform这个字 就是我们在一般社会上的解释 还有像随波主流 大家都穿这样你也穿那样 so you're conforming to the norm norm这个字就是正常的名词 norm我是形容词你知道吗 so if you conform to something 就是你跟它变得形体一样 所以你穿着这个衣服 贴的很贴身跟你的形体一样 so conforming to the outline of your body 所以我这边也找过了body count的东西 所以我们快来看一下 就是大概好像没有看到 body count body count 好对不起那我来多加一个 所以我来找一下body count的话 就会出现这样子的图片 ok有没有都比较贴身一点点 这个就叫做body count类型的衣服 好太好了 所以body count 那我们刚刚 所以它特别你如果穿body count的东西的话 然后又是肉色的 真的很像 so like just walking around in your girdle 穿来走来走去 好像穿着吊带袜在那边走一样 之类的这样 好所以这是大概第一个人说的 下面这个回音也蛮有趣的 看一下好了 所以当你花了太多时间 看着某个人 然后在有点距离外盯着他 然后再猜他到底是不是裸体 ok so when you spend way too long staring at someone in the distance trying to figure out if they are naked or not 好看着距离外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没穿呢 ok 好所以这个 ok 来我们再看下去 第二个人说些什么 um the longer we spend in isolation or semi-isolation doing exaggeratedly exaggeratedly comfy the more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a fancy revival which I'm excited for I love heels and jewelry and cute hats 好所以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你知道在家里面不出门 一起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处于isolation这种隔离 或者半隔离的状态 然后做的就是我们就穿了一大堆 已经很浮夸的那种舒适衣服 因为很多人都穿了hoodie在家里 或者就你知道sweatpants那种 就那种绒裤之类的这样子 就很舒服 可是反正就是很夸张的舒服 这样子 所以我们越这样子 他就越觉得 他觉得我们会看到一个 因为我们这一题在讲说 你自己预测2022年有些什么东西 会fashionable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越觉得 我会看到一些很fancy的东西活回来 所以revive这个字就是复活的概念 所以revive这些写给你看 revival名词 所以他就会看到很多fancy的revival 那他是很兴奋的 例如说他喜欢高跟鞋heels heels就脚跟 可是你穿的高跟鞋也是这一个字可以heels 以及喜欢珠宝这些的 以及可爱的帽子 好这样ok啦 所以这第二个 all right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下一个 今天真的会 后面会有一些比较多有趣的字 好 所以下一个人说 God please God please baggy clothes 好 我刚说我有一些裤子 我说Levi's牛仔裤子 就比较宽松的那种 那那个字就叫做baggy 因为你好像穿着布袋一样 所以bag这个字是带着 那baggy就没问题了 ok 尤其像例如说那种滑板类的 板地板妹穿的那种衣服 多半都比较baggy一点点 我不知道穿那样是不是比较 帅的不会痛吗 不晓得 好 所以下一个人也说 我有注意到 baggy jeans are making a comeback 所以make a comeback 就是在一个卷土上来 所以他有注意到 ok cool 好所以baggy这个字 也打一下好了 baggy 好再看一下一个人说了什么 我们走到第几个了 你看这个 Alright 呃cool 所以这个人希望这个东西成为流行 periw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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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啊 我刚刚有找 但好像把它关掉了 来 没关系 帮他看一下 这是一种特殊的颜色 就这个 这种植物 然后这个颜色 periwinkle ok 因为说这个颜色好像也很不一样 反正就粉粉的 紫粉 紫粉 所以多选一个颜色 不错 periwinkle 你不要只会pink跟purple periwinkle okie dokie 所以periwinkle everything 什么东西都来periwinkle 他就喜欢 ok 好然后下面的人说 yeah it's my favorite color too yeah cool periwinkle lovers unite 喜欢这个颜色的人 大家联合起来吧 unite这样 所以下面一大堆 ok 祝福你们 来 再来 下一个人说了 大概这边我们是重点 所以只要是女性的fashion ok feminine fashion 好比如说black tights pattern tights 所以tight这个字 你大概理解就紧的 所以黑色的紧的 紧裤子紧衣服 或者有花色的 有花色在上面的 pattern tights flowing skirts 这不是flowing skirts 好所以找一下给你看 你的裙子仿佛像是 水在流这样子 然后flowing skirts 大概懂了吧 OK flowing skirts 然后and dresses of course cardigan这个字 找一下 来cardigan是什么呢 这羊毛衫 而且重点是 要开筋你知道吗 就是开你这边这个筋口这样子 开筋羊毛衫 那图片的话呢 就是这种东西 ok 男生女生都一样 这些就可以叫做cardigans 我把中文两个字拿掉 我们再找一次 好这些 相当这个 我相信我一定会抓其中一张 来当做我们今天这个影片的标头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衣服怎么说 好这种风格 cardigan OK cool everything laced in satin 所以只要有蕾丝的 satins就绸缎 绸缎 很少想象人家穿绸缎 这真的是很复古 然后再来鞋子的部分 也是今天的重点 Mary Jane 这不是一个女生名字吗 That's right 鞋子上来说 Mary Jane 就长这玩意儿 就这样子 好你就知道 那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说实在的 公主 不是公主鞋吧 就动漫里面常看到这个鞋子 那要不要加后跟 可能都不是重点 但总是这种 圆形的 不是尖头的 这种鞋子 Mary Jane 那loafer呢 则是另外一种 我个人觉得有那么点像 可是也不一样 他头比较尖 所以这种叫loafer 是不是叫船鞋来着 好或许比较懂fashion的人知道 所以这种鞋子叫loafer 男女都能穿 对不对 OK Alright 好 所以他就说 the reason for this is I am seeing it literally everywhere in young people 所以他 所以刚刚这些 你如果把它全部搭配在一起的话 他就说这些啊 就是年轻人现在在穿的 所以这种就比较像是这一个 他这里有个词叫做preppy style preppy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刚讲这些词都有留在这边 所以有兴趣的自己可以看一下下 preppy是什么 prepare这个字你知道 那把它变形容词就是preparatory preparatory 我加一个学校school 所以外国有一个词就叫做preparatory school 那很简单的就叫做prep school 缩写prep school 那这个prep school preparatory school是干什么呢 是一种高中 它是为了准备让你上大学用的 所以它的重点完全不在于培养你 有些什么谋生能力这些的 它就是为了准备你去上大学 所以这种学校多半就是私立的 私立学校 你看private school 可是你讲prep school 一定理解 外国人理解 所以刚刚讲的prep style preppy style 中文就把它翻译成是贵族学院风 所以我会找给你看 pr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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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p 在这里 所以这就是preppy style 如果你加个中文去search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写着贵族学院风 那你看这穿着打扮好像的确还真的也都 有没有cardigan在里面 或许有的有 但总之你懂我的意思 alright 好所以这样子ok 所以他说他特别在东岸这边看到很多的preppy style 这样子 好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就介绍了一些流行上的一些造型的风格 或者一些就是单品配件或什么的 大概不能穿配件就衣服了 好所以我们来小巧复习一下 好来so here we go 那我刚刚说的这一种比较踩短的裤子 八分七分几分的 cropped cropped ok carryover 刚刚那个人说他不希望这样子的风格 会carryover到明年去 那我刚刚举的例子是 你的年价能不能够累积到明年继续加下去 然后就变得比较多carryover ok drab 单调乏味缺乏色彩 所以他认为这种beige这种颜色 打一下我刚刚这个姊妹给你 米色 ok beige 比较无聊的颜色 他认为 事实上像我们知道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无印良品 里面一大堆都是beige 所以对刚刚那个po文的人来说 大概就是很无聊的东西 doll也可以 monotonous 单调也可以 像你的人生很无聊 很没什么兴奋的地方 每天上下班 你就会说 i lead a very monotonous life monotonous 那就是monotone 这个字 tone变成了toness 这样的变化 好 bodycon 刚刚特别讲了一下这个词 大概一般社会上的理解 跟字典里的说法 总之就是贴身的 你这样的理解大概就够了 bodycon revival是复活 所以他认为一些比较fancy的 很多颜色的可能会复活 因为大家管久了很无聊 baggy是那种 宽松的 像穿了一个带子一样 baggy baggy clothes baggy pants 像金曲奖 金曲奖 金曲奖今天那个谁啊 蛋宝银的有没有 蛋宝上台的时候 就一副rapper的那种衣服 他穿的那个衣服 就非常的baggy 上衣下早都非常的baggy 所以典型的baggy baggy的风格 compense 这个是刚刚没看到 算了没关系 我自己阅读的时候有 但刚刚我们走没看到 那就算了 他的意思是弥补补偿 baggy是有一次 never mind Carligan记得吗 羊毛衫开金的那种 加个扣子 Carligan Carligan preppy是准备 他是prepare这个字的缩短的变化 有可爱版 prep 所以刚刚说的prep school 就是贵族的学校 ok 好 像我记得我当年移民的时候 因为大家的那个家里的移民纸还没有出来 我就必须被送去一个人先送去多人多读一年的书 那那时候即便我被送去公立学校跟实力学校一样贵 因为那时候没身份这样子 所以我就第一年就被送去了一家prep school 那读了 那里面就是真的小学校 也有一些台湾人 然后大家都超有钱 我就觉得小有点自卑 不过没差啦 人生就这样过了 哈哈 好所以你不用觉得 那你也读过prep school 不是的 我们家很努力的才让我去读的那一年 花了很多钱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愧疚 说实在的 然后我还特别去找过 以前我那时候我读一年 给你猜学费 这个我在我补习班里面跟同学玩过这个游戏 就在1992年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读一年的学费给你猜是多少 我可以在留言区揭晓答案 然后我在 我时不时跟我现在补习班学院聊到的时候 我还会讲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马上查这个学校 现在的学费是多少 就经过了这么多年 从92年到现在这么多年 应该是30年后理学 所以30年学费涨多少 有兴趣的下面可以猜猜看 我们可以下面讨论我来跟大家说 所以其实蛮可怕的 还是蛮贵的 不过不过话再说回来 就他即便现在这个学费 也没有台湾的一些很贵的那种高中来的贵 所以台湾的像例如说 我知道像什么来着 那一间叫什么康桥 或者就美国学校或许 那些学校的学费 比你把孩子送去国外的preps过 还要过一期时 所以到底跪来哪里去 反正给你猜 好了讲到这里大概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